巴胜深波士顿餐厅是巴胜系列的最后一集 之前一段时间因为去到东马沙巴旅行所以搁置 这期影片结束之后我大概会利用一个月的时间 上载东马、沙巴、雅壁和山打根的旅行 敬请大家关注 本期的本视频的配置是软件自动生成 如有错误还请大家一下而过 谢谢 哈喽大家好我是Skylar 然后在巴胜的这次我们来巴胜我们吃了最后一段晚餐 现在是四点多还不到五点 我们终于吃上这个深波士顿餐厅了 很坦率的说刚才到了四点多一点 因为我看马上给的时间四点开门 并没有人也没有开大门没有拉下来 然后蓝胖子车开到这的时候他就说 我就跟他说我说好像没开门 我说是不是六点开门 我说算了回去吧 他就跟我讲 他说要不你下来看看 结果就在他停车我们下来的时候我发现 没有开门的店门口已经排了好多人了 突然看了一群人还以为是群众演员了 我迅速的就排上了你知道吗 还没有开门的时候已经排了很长的了 我就把那个盛况拍下来发去了我的朋友圈 然后底下一堆人迅速的回复是龙虾吗 我说不拉拉 就是你吃的是波斯特的喇喇又不是吃波斯特的龙虾 我真的跟你讲我很兴奋 因为这个店两天了我没有排到 今天在他没有开门的时候我排到了 其实我们路过两次路过每天都路过呀 每天都看到人很多都是满满的很多人啊 对对对也不知道到底这个喇喇有多好吃啊 不知道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反正菜都点好了就等上了 看看到底是什么货色啊 我们的菜已经上的差不多了 好像还有一个真喇喇没上了 反正就是他最招牌的嘛 我也不懂应该点什么 我就把招牌全部点了一遍 就是他无非是麦片有一个麦片虾 还有一个麦片虾菇 因为我对虾一般我就叫了麦片虾菇 然后其中吧 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个 这个我觉得太有特色了 我第一次吃 我也第一次吃 它叫月光盒 因为我小孩说这个要尽快吃 它上面蛋黄就是月光了 对吧 应该就是月光了 这样子啊 我开始点这个月光盒 我还以为是那个广府鸳鸯是吧 我也是 结果是这么个东西 它是要把蛋快速的搅进去 然后搅进去 哎 蓝胖子刚才说 不要拿西啊 我说你不要要拿西吧 我们有一个什么月光盒 还有一个什么福建面 你再要一个拿西 阿表妈呀 蒸喇喇也上来了 这个蒸喇喇来了 对对对 我要先尝他这个招牌的这个蒸喇喇 排了半天就是为了吃这个的 但是我看评价说 他说他这个汤很好喝 所以我来先尝试他这个汤 好过瘾 好过瘾 它也是里面很多那个小的辣椒粒 然后还有姜 它就是挺辣的 但是来又很鲜 它这个喇喇应该是很新鲜的那种 直接放在这个汤里这样 哟 蒸开的 所以它这个海水的味道啊 它很好地能融合进去 还有海水的味道啊 你以为喝酸的 不是 因为这个辣椒 它就跟我们吃那个 你在我们青岛时 我们青岛时叫嘎喇 你知道吗 对对 我们蒸的时候其实是这样的 不过我们是水 嘎喇放在里面 它那个嘎喇开了之后 它其实是有海的那个味道的 你懂吗 就那种感觉 它会很鲜的 然后它又又加了姜 是为了去腥的我猜 又加上这个蒜米 炸的那个蒜米 然后加上这个小辣椒 那口感就特别的好 的确是这个味道 首先它的确是名目虚传的 你这么讲 我这些先尝一尝 到底啥味儿的啊 好吃的 和我们听到的嘎喇一样吗 辣辣 嗯 这是清蒸的啊 不是清蒸 它是招牌蒸 张丝辣椒蒸 然后这里有一个 这是干香的辣辣 这辣辣很新鲜 对对对对 然后你在要的这个 叫什么 那片虾菇 这一等下吃了 先吃这个辣辣 哇 这个辣辣的确是难怪这么多人拍 很肥的嘞 几肥虎 我们好像又较多了 它还有这个铁板三鲜 然后我让蓝胖子去尝一尝这玩意儿 我刚吃过其实 其实我吃过了 这个吧就是一种 好像你吃那个松鼠鲑鱼啊 最会用那个糖醋加上那个番茄汁 焦汁的 哦 对对对 我刚才想说这应该是茄汁的 嗯 觉得你感觉像糖醋也不太像 就像是焦汁的那个 番茄汁焦汁的 焦汁的 是的 是的 这味道 反正我觉得还可以蛮好吃的 不是 它的海鲜 就是它用铁板做的很嫩 它这里面有虾 虾肉 然后这应该是一个 我觉得应该像是一个鱼肉 不知道是什么鱼的 它是不是斑鱼的 然后这有鱿鱼 苏东啊 苏东啊 这苏东是吧 苏东就是鱿鱼 这里所有的都叫苏东 这个应该是大的鱿鱼的 嗯 然后我喝了它这个 因为我太太说了以后 我们就马上就喝了嘛 对不对 因为它讲得这么玄乎啊 我喝了以后 感觉是很浓的 一个姜丝的味道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马来山人很喜欢用姜啊 用姜丝啊 对吧 它每道菜都喜欢用一些姜丝来调味 对啊 我昨天吃的这个 石斑鱼头也是姜丝的 姜融的 它是每一个地方的风俗不同吧 对对对 可能是它的做法不一样 它他们是一个属于福建人的 福建人的菜式 对吧 我觉得应该是福建人的做法 因为它这个 它这个月光盒 我刚刚吃了以后 我觉得这个是给我的印象更深 我更喜欢 这个姜丝的这个 就是我有点欣赏不了了 但是也可以了 就是它这个汤 和我想象不一样 你想象应该是咋样的 我以为是那个清甜的那种汤味 结果是姜丝的 那个就没有特色了 那人家特色就有这种正法了 这个什么 它这个 它这个肉吧 就是这个这个 拉拉的肉吧 是很新鲜 对 就是很有嚼劲也好吃 就是汤味嘛 就是我还有所保留 我就是我个人不太喜欢了 就这样 你只是口味问题 我觉得很好吃 我很喜欢吃 是是是 OK 我们继续吧 但我感觉我们今天应该是要打包的 叫太多了 量太大了 OK 我们这一餐呢 已经吃完了 价格是多少呢 172的一匹 应该是172块 6吧 还是几 反正老板给我把那个零勾免了 感觉好像和昨天晚上 那个团圆一个价格吧 一个价 对 一个价 大概也是172 刚刚蓝胖子说 A子爱王吃鱼了 是170 为什么这个170 我说你没搞错吧 今天都是海鲜 虾枯 然后那个铁板三鲜里面全是虾 鱼 鱼肉 还有两盘拉拉 你怎么可能不是这个家呢 就是就是 那总体还是便宜很多啊 我说你在吉隆坡 你吃个蔬菜汤 我们家五口都要小200好吗 你在这里吃的都是混的 5个蔬菜汤也是200了 也是178 将近200了 将近200块 然后我们等一下就回家了 我觉得这里面呢 就是那个 喇喇基本都是我吃的 没错没错 因为我本身就爱吃喇喇 对对对 我们听到叫嘎喇 还有一个我推荐大家一定要叫的什么 就是它的福建面 我觉得福建面超级好吃 所以我觉得这家比较偏 就是比较热门的很大的原因 可能是是不是它的福建面 还有刚才那个月光河 比较新福 就是这里的福建同胞来吃 是不是 这我就不太懂了 我觉得他们是应该来吃福建面为主的 对吧 这福建面太好吃了 就是那个福建面 一开始我就吃了一小盘 后来剩下的福建面反正都是我吃的 没错没错 这家反正我觉得还没错 大家如果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有空闲时间 你可以过来试试看 因为要排队 因为要排队 或者你就像我这样 你就4点10分左右的时候来 一开门就来 一开门就来 然后你就先排着 对对对 然后你就能吃上 我对它这一餐吧 比较有印象的是它这个 瘸汁 应该叫瘸汁三鲜 番茄酱 不是瘸 青鹅茄 茄汁 所以说我觉得 我后来想到这个词了 开始我就讲了 什么番茄汁 胶汁 我刚才就跟你讲是茄汁的吗 对对对 应该是茄汁的 我觉得它这个材很棒 比较合胃口 但是女儿女要说 我们清早蒸嘎辣 就是原汁原味 什么都不加 直接就这么蒸 也要加一点的 有时候我们会 加一点点小小料酒 会煮冬瓜 煮冬瓜料酒不加的 对对对 这样的鲜味就比较 嘎辣的品种是不一样的 没错没错 OK 好了结束了 我们要回家了 然后下一站 我们要去沙巴了 大概是10天以后吧 应该是 是的 去一下沙巴去待几天 本来是准备 那个就再揭晓了 不能现在收 收了就没有惊喜了 拜拜 下期见 哇好爽啊 哈你喊一句妈妈 我爱你快点 好好玩 我再说 我再说 我来说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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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 我就是给你了 我就是给你了